古老的智慧和不朽的经典 剥开现实的迷雾 天亮时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的9月4号 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重大的新闻 就是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了送中条例 这个新闻已经上了包括海外英文媒体的各大 媒体的头条 所以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香港之所以能够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我想讲一下 首先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当然就是说因为反送中 人士提出的是五大诉求 至少有一个诉求得到了 实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当然这个胜利还是远远不够的 一会儿我们要分析一下 再讲这个 下一步香港人应该怎么办 之前我们还是应该讲一下 为什么香港人能够取得这样的阶段性胜利 我觉得一个运动如果我们要是 胜利了不知道怎么胜利的 失败了不知道怎么失败的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 我觉得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取得 这样一个送中条例撤回的结果 可以说是香港人和平 理性 非暴力这种精神的胜利 因为 如果就是说香港真的发生那种大规模的暴力抗争 它一定会为中共的武力镇压提供了借口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暴力的话 国际社会也很难对香港实行声援 所以我想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本身 尽管中共派了很多的 他们自己的武警或者是特警进入香港 然后包括香港自己的警察 在冒充一些示威人士制造一些暴力活动 甚至可能是放火爆炸等等 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由于香港人本身的这种高的素质 就没有被这种 中共的阴谋或者是伪造的这种暴乱的这种 情形的所干扰 同时香港在这次抗争中展现那种高的素质 比如说几百万人上街的时候 当有一个救护车开过的时候 香港人两边非常有秩序的分开然后让救护车通过 然后他们再继续 人潮在 合拢然后再继续和平的往前走 这些高的素质使得说 中共如果想在香港制造那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然后嫁祸于香港人 这种情况就难以出现 或者国际社会也根本就不可能相信 所以我觉得中共在 经过了三个月试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刺激 香港人去试图挑衅的过程中 都没有刺激出来他所希望看到的 那种暴力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香港人他们这种 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种精神的胜利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我要说香港的这次胜利 它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 相当于会下金蛋的鹅嘛 所以呢就是说它 它这个 不只是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商品进出口的一个港口 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就是有很多的资金是通过香港进入大陆的 这个的话呢对于香港来说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那么香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这个时候国际社会 他们就能够表现出非常强硬的立场 就是这种表态的话就非常起作用 包括美国的两院 在这个试图通过一个法案就是对香港的关系法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说香港一旦失去了它自由港地位的时候 那么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包括川普总统的表态 说如果这个中共要想达成贸易协议的话 必须先人道的解决香港问题 如果不能人道解决香港问题的话 那贸易战就不用再谈了 贸易谈完就不用再谈了 这个当然是给中共非常大的压力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在G7峰会上 所有当时参加这个G7峰会的西方七国首脑 他们一致对香港人表达了支持 所以我想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就是全世界这些大的经济体 跟中共关系非常密切就是生意往来很多的这些经济体 他们都支持香港人 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外部压力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我想就是说 中共现在可能在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它的经济承担的压力是非常大 我们看到现在啊就是大概有 我们看到的消息 昨天我们是说有广东 这个广西和福建两个省 的部分地区实现了这个猪肉的限购 就是说 居民评票去买那个猪肉 那么今天看到的消息呢大概有10个省市已经开始对猪肉进行限购 也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的压力呢使得中国的这个 猪肉的安全都出了问题 以至于说胡春华在 召开这个电话会议的时候 把这个猪肉的供应 作为这个 它给党中央 所谓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立下的一个军令状 甚至可能是说 如果不能够解决猪肉供应的问题的话就会影响 11 所谓的70年的这个大庆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说我想就是贸易战的话呢给中共带来的压力 也使得中共的话在香港问题上投鼠即弃 一方面的话 担心香港丧失这种自由港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一旦 戒严或者是镇压的话那么他担心西方对中共的全面封锁 在经济上的全面封锁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各方的压力呢就是累积到一块 那么中共的做出了妥协 昨天的话呢我们曾经警告说这个中共派出这个环球时报啊或者很多这个 国新办啊就是包括 一些这个国安 包括一些这个记者 到香港去 是为了 为可能进行的香港的镇压 就是 做这种抹黑性的报道 然后就是把这个香港市民妖魔化 为这个镇压制造借口 那么现在看呢 就这个事情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了 我相信林郑这一次 在这个撤回送中条例这个问题上一定不是他本人的意见 这个肯定是中共高层的意见 因为林郑在当时 开这个餐会的时候就是从路透社 放出来的那24分钟 就是林郑和商界人士谈话的那24分钟录音私密谈话中 林郑就已经提到说事情走到这一步的话特区政府能够运作的空间 已经非常小了 这已经是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定是中共 中共自己就是说高层的话特别是习近平 他有可能最后决定撤回这个送中条例 当然我们刚才谈都是胜利啊就是为什么会胜利 那么将来这个香港人在继续抗争的时候一定要 保持这种精神和平理性非暴力 然后的话呢这个要 广泛的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两点的话我觉得是香港非常有利的 这个手段 这个香港人的话应该把他们掌握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这种胜利的话对香港来说是不是足够的 答案当然是不足够 因为 实际上如果 撤回送中条例这个事情本身作为一个胜利的话 其实这个胜利并不比当年 中共撤回23条这个胜利来的更 大一点 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50万 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这23条的时候 中共也就撤回了23条立法 那么 时间经过了将近 16年 从2003年到2019年经过了16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其实中共对香港的态度比以前更加恶劣了 这次不是50万人上街了 这次100万200万人上街包括流水市集会170万人 而且长达三个月时间的抗争 那也不是当时就 2003年7月1号一次的50万大游行 50万人的大游行 所以可以看到中共对香港实际上是越来越 不在意民间的这种反应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它一直是在推动把香港变成 中国大陆的制度或者是一国一制 不断的在蚕食香港的自由 以至于香港人在今天抗争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 就仅仅是撤回条例 像当年的2003年撤回23条立法一样 仅仅是撤回这一个动作付出的代价 远远比当时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就从抗争的时间跨度来讲 从6月9号 当时的大游行到现在 那已经是 三个月的时间了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 包括上街的人数也远远超过当时 所以 香港人这次为了争取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已经超过2003年 所以香港人如果在这个方面不能够坚持 如果 还让中共这样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去蚕食香港自由的话 那么下一次香港人走出来 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所以我想香港人在这一次五大诉求之中 他一定要 尽量坚持到至少能够 有一些基本的诉求要达成 比如说包括林郑月娥的下台 我觉得这方面是有可能的 如果香港人继续坚持的话 再有一个就是 对警察滥权问题的调查 如果没有警察滥权问题的话 这一次不会死这么多的人 有的人统计说死了10个人 有的是说可能是说死了更多的人 这个具体的数据的话我们很难统计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这次付出的这种血的代价是相当大 多少人被催泪弹 这个就是这个伤害 然后的话在地铁车厢里面被那些黑警暴打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雨伞运动 黑警滥权的这个问题 没有得到追究 所以这一次的话黑警滥权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所以这一次林郑呢他虽然在 条例的草案的撤回上已经让步 但是呢就是在 成立一个独立机构去调查警察滥权的问题上 林郑并没有让步 他反而是 让监警会来调查 而监警会本身就是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之下 所以说你等于是让自己调查自己嘛 所以这个就不可能是有什么 非常正面的结果 他虽然 带了两个人说增加两个人进入监警会 对那两个人本身的政治立场也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呢 要独立调查香港警察滥权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底线是不能放弃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有待于香港人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 其实我觉得它比林郑下台更加重要 因为 如果能够调查黑警滥权的问题 就等于绞了中共的枪 就是能够让中共在 大规模的民间抗争的时候不能够再使用暴力 我们知道前东欧啊包括前苏联这些共产党国家解体 唯一的条件就是当时的军队和警察放弃的镇压 如果能够让中共在香港再也不能够 这种用 滥用暴力来进行镇压的话我觉得那就是 香港人他们对自己自由一个最大的保护 它比林郑月娥下台 更加的 这个应该更重要 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能够争取到双普选的话 就是普选特首和普选立法会 那么当然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但是 现在争取双普选的话呢我觉得它 不一定会得到那么广泛的社会各界的共识 当时2014年不就是为了争取双普选 搞这个雨伞运动吗 香港人当时就没有太多的人来支持 所以造成了那个运动的失败 那么这一次如果不能够换请大规模的民众来支持双普选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会 掉入中共所设计的一个圈套 中共它实际上现在在五大诉求上 让步了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客观上它会起到对香港民众的一些分化作用 有的人就觉得可以了 政府已经让步了政府已经做出自派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不要对政府 压力太大 就是不要push的太厉害 不要压力太大见好就收吧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思维首先 要不得 因为 我们已经刚才谈到了就是2003年的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大家就撤下来了 16年之后我们要达到一个同样的目的付出的代价就远远高得多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香港未来的抗争的话呢 就是民众还是不能放松的 当然在民众不能放松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大家去做 特别是那些 整个运动的召集人或者是说 当然这个运动可能没有一个核心的组织者 那么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 就是参与运动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好 他们应该跟社会各界呢 继续说明这个问题就是 警察滥权的问题我们不能 退后 我们一定要坚持 当然具体坚持的手段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下一步大家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必须要凝聚 香港各界广泛的共识 包括甚至建制派的人 也要争取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支持 支持香港人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的话 中共在做有限退让的话 只做撤回这一项 有可能是分化香港人的一个策略 就是希望能够 把香港人的这种斗志 争取自由的这种意志消磨掉 这个分化香港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原因的话 他做这样的有限退让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给十一制造一种气氛 因为中共已经意识到了 8月31号这个底线一旦跨过 就是说没有镇压成功 然后的话 根本就没来得及镇压嘛 然后也没有 消磨掉抗争者的意志 那么这个事情就延续到9月份 这时候中共就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10月1号 它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所以十一 就变成了中共 它可能是为了营造这样的气氛 所以就做出一点点让步 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 那么我们就 有一点担心 也就是当十一过后 中共就有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 比如说在香港抓捕那些 他们所认为的意见领袖 或者说所谓的这一次 活动的组织者 所以 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整个是对于这个 整个活动的起因呢 包括警察滥权的问题 包括林郑下台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香港人不能放松 要一直这样讲下去 然后吸引各界注意 包括国际媒体的注意 那么香港人的话呢下一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比较重要的 需要做的 就是 要在 今年11月份的区议会选举上尽量争取 能够多选出一些 非建制派的人物 就是能够听从香港民意的人物 然后在明年的立法会的选举的时候呢 能够尽量的多 把非建制派的人物推进香港立法会 这样的话才能够对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否则的话如果立法会现在这种 比如说30个是来自于泛民的 30个的话是来自于建制派的 40个是来自于建制派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立法会表决的话 中共很容易就能够拿到 他们所需要的票数然后强行推行这种恶法 所以在 立法会的选举和区议会的选举上 我觉得香港需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特别是一些泛民的人士 因为现在由于政治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比较看重的是 参选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亲北京的还是不是亲北京的 但是如果这种压力一旦减弱的时候 民生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参与选举的泛民 这些议员的话呢一定要把民生的这个问题要 考虑好 然后给香港市民一个他们能够满意的 方案来 这样的话在选举的时候才能够更有希望的进入立法会 这是根据这个今天林郑月娥做出撤回这个送中条例之后呢的一点想法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就是香港人胜利的原因 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香港的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香港人呢 就是说中共他可能打的一个如意算盘 就是说他这样分化之后呢香港人可能就 有很多人就不再关心这个事了 我觉得 从目前对香港局势的观察来看 就是 我感觉香港人不会轻易的去退缩的 因为这个香港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江湖义气 然后的话就说他们做一个事情的话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当 很多人呢就是去机场抗疫的时候不是被困在这个机场吗 当时香港政府做了一个非常缺德的一个决定啊或者是说 这个一个 就是这个像阴谋性的一个决定就是停了 开往香港的公交就是香港机场的公交系统 这样的话使得很多抗疫人士就没办法回来 结果民间几千辆的私家车自发的到机场去把那些人士接回来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这样的互助的精神 这种团结的精神也非常的重要 在中共的这种抗疫面前 必须得展现这样的精神 这样才能够 能够聚集起 足够多的人群和足够大的民意的压力 当然我们知道在抗争的时候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如果是10个人20个人抗争的话 这10个人和20个人就可能会被中共抓起来 会被他们 消声甚至被他们打死 但如果抗争的人数达到百万级这个规模的话 其实等于大家共同分担了这个风险 我觉得香港人的话他们就非常有这样共同分担 就是这个分担风险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香港人非常可贵的一点 这一点的话是一定不能放弃的 顺便说一点就是说相当于深度思考的事情 就共产党 它在 剥夺人自由的时候 它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 看不到它 力竿见影的危害 但是这种危害是长期性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败坏人的道德 就是腐蚀人的道德 让人不断的沉迷在这种物质的享受之中 然后让人不断的变得更加的自私自利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 我只要能够生活的好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如果要是付出代价为一个 自由民主是很好 但是为自由民主付出代价的话 那我是不愿意的 你们愿意付出的话 你们可以付出 我支持你们 我声援你们 但是呢你们付出之后 当然牺牲的是你们的利益 最后等到争取到自由民主的时候 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我也会受益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 长期以来就养成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氛围 所以说 对于香港人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能够坚持住自己这样的道德底线 能够对中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就是 这点我觉得对于香港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每一个香港人要认清楚中共的邪恶 所以呢我在这里边我也建议香港人 能够看一看九评共产党 就是能够 了解一下共产党它的邪恶 这样的话呢 在和共产党的这种争取自由的过程中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知己 知彼 如果你不了解共产党邪恶的话就不能知彼 如果你对共产党的邪恶了解的不透彻的话 也没有做到知彼 这样的话 你的这种抗争的话只能是按照孙子平法来讲 就是一胜一负 只有50%的希望 所以我觉得就是了解我们 香港人民胜利的原因 也能够了解中共的邪恶 这个对于未来的香港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